Hello, 我是Fanky 今天想和大家說說幾件事 華強北小麗就好了 滿血復活出院了 原來她是去打石仔 腎原來有石 所以那幾天就休息了 中秋節前就已經出院了 回家休息 這幾天已經可以照常上班開店了 可以大家看看她已經容光患發了 好了, 上到開樂大廈 轉左再轉左 看看這隻小麗已經滿血復活了 人應該沒什麼事了 笑容滿臉 好了, 現在講講有關姚先生的翻譯機 小弟就很感謝大家這麼捧場、這麼信任 走上去找姚先生買翻譯機用 這部機真的是正的 但有一個問題姚先生跟我說過 如果她是香港的朋友仔 不想山長水遠走上去買 她可以和你代記香港 代記香港是30元 是計算重量的 現在和我和姚先生在討論 究竟30元可以運到多少部 如果你們可以運到一部是30元 三部、四部都是30元 如果幾個朋友合起來便實際 便節省很多車錢、水腳 但如果你真的要上去試機 當然要到門口去店鋪試機 但如果你覺得一部份是OK的 因為我知道已經有很多朋友仔 看完我的影片 上去幫襯她買了這部回規機 也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覺得OK的 你可以直接微信 我現在微信打了螢光幕道 你微信姚先生 將你的詳細地址 或者你需要要求多少部機 你和姚先生直接聯絡 她便會寄下來香港給你 信封派是很快的 不用大家山長水遠走上去 好了, 說完了姚先生那筆 今次就說說自己在環境北日 找到甚麼新東西 都不是新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DJI的Action 5 Pro 我想我想我要過兩天 拍了一部影片再告訴大家 是有甚麼特別 以及為甚麼我要買這部機 因為我還未試機 開箱文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機在這裏 機已經安裝在這裏 看看穩日好天 今天大風大雨 行雷閃電 又不讓我出街拍攝了 出街試了東西之後 試了這部機的功能之後 我再跟大家報道 我只知道這部機 它兩個螢幕 即它的前後螢幕 都是OLED螢幕 很漂亮的 以及拍4K影像 可以拍4個小時 我聽說 其他細緻 我就不跟大家說 因為我已經誤導了大家 因為我也是昨天在DJI 買了回來 昨天開箱自己看看 所以實際我還未能用到 還有這部機是一部Action Cam 上山下海都沒有問題 就比這個Pocket Free 更加不需要很疼愛用 但是它出來的畫質 質素 以及我們怎樣去搏一個咪 因為有時我們要來拍片 或者探店 很多時候YouTuber拍店 怎樣去收音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收不到音 拍多漂亮的片 都是沒有用的 又要回去配音 如果你配到音 當然好 但好像現在現場 我正在說話 你收不到音 那你怎樣配合一個咪型 我們不是專業的配音組 不是某大電視台 一大堆人在配音 所以是沒有辦法搞的 一定一個配音 收音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遲些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做這個機的收音 好了 這些花錢的東西就不要說了 這些買回來 又是敗家的了 但是我早兩天 就在華強北 在姚先生 姚先生是一樓 在姚先生地下 有間店 賣這些對港機 如果上次大家 有看我和Miu的直播 都知道我拿著這兩部對港機 這兩部對港機 就不是普通 在鴨寮街買到那些 講幾多火數的對港機 正常在香港用幾多火數對港機 是犯法的 是不行的 除非你拿了牌 你用十火、五火的對港機 雖然叫到很遠 但是是一定犯法的 除非你拿正牌去做 所以大家去行山 甚至去一些露營旅行 朋友拿對港機就麻煩了 就算回大陸 我知道在內地旅行 很多地方都是犯法的 如果有火數的對港機 是不能用的 這兩部就不是了 這兩部是一個網絡對港機 怎會知道網絡對港機 我會詳細解釋給大家聽 好了 到我們講講這兩部網絡對港機 其實很簡單 講講它的操作原理 按住開關鍵 都是紅色開關鍵 看到了 四支按鈕之後 它就會很快出了一句 叫做Welcome to use IP Radio 這句你們不要等 按中間的Menu鍵 按一按它 接著再按退出 兩部機就已經連線了 但有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 群組都是offline 這是群組 這是個人的對港 都是offline 因為2024年 9月19日 星期四下 1705就過關了 過關之後 因為我這架機 是一個大陸的數據卡 所以它沒有香港的數據卡 它就停了這個資料 停了更新資料 因為它沒有在線 但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部機 不是普通 我們以前玩的對港機 以前我們玩的對港機 是講火數的 有幾大火數 去到射到幾遠 但這一隻 就叫做網絡對港機 網絡對港機 問題是它不限距離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很細微的描述 一些四支全國對話 即是如果我們有數據卡插入 你可以由深圳 叫到四川 甚至叫到北京 哈爾濱那邊 是全國通的 只要你有數據便可以了 還有它有GPS的定位 你可以選擇 不選擇 你叫相機的時候 別人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使用上 其實這些相機很簡單 但是因為我現在沒有香港數據卡 就沒有問題 可以試給大家看 究竟我們叫多多遠 就算我有的話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拍片 跟大家說 有機會我回到大陸的時候 再跟大家試一試 測試距離 因為如果大家上次見過 我和Miu做直播 我都要用過這隻相機 這麼近距離 叫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有機會 我想試遠一點 跟大家做個測試 看看它可以叫多多遠 其實都是街頭街尾的 太遠我都沒有辦法測試到 因為我要找朋友幫忙 另外說到 這些相機 究竟我們除了 好像普通的對話 有什麼用呢? 其實如果你是喜歡旅行 喜歡露營 即是很多朋友喜歡露營 上山下海 搶下獨木舟 搗過島 這些相機便有用了 那你就好過用你的手提電話 手提電話容易沒有電 而這些相機的代用時間 是非常之長的 比手提電話更加長 所以用這些相機 你拿著一部 用防水袋 就非常之穩陣 我自己 很老實 就不主張 大家在香港用了 即是我和老闆都這樣說 其實這些相機 我會介紹給大家 如果喜歡去內地露營 行山 因為內地真的是 純山進領多 如果你幾個朋友 就喜歡去探險 行山 甚至簡單 你去張家界 進去你不走纜車 不走速度 你喜歡走樓梯 走上山 這些對港機 對於溝通方面是非常之好 但是反過來 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在香港 實際用途都不大 因為這部機器不算貴 我也忘記告訴大家 這部機器 陳老闆說 給蕃茄的蕃茄價 是230元 蕃茄粉絲上跟他說 就是230元 一部機 但是就不包卡 如果你在香港玩的時候 你又不要買一張數據卡 那就會貴了 一架機是230元 兩架機是460元 其實是很划算的 玩過對港機的朋友都知道 460元是買一部機器 都不可以 但是 他現在不是要插數據卡 所以你去到日本 你要買一張日本的數據卡 在大陸 陳老闆已經給了一張 三年的數據卡 已經有卡 那就很划算了 但是如果在香港要玩 你又要買一張 另外一張香港的數據卡 就好像大家現在看到那張 大家看到左邊那張 99元兩年 有60GB 其實真的很划算 但是一百元左右 你要加多下去 你覺得加了一百元 再加上一部機器 二百三十元 值不值得去玩呢 就大家自己研究 好了 買不買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想清楚 有沒有什麼需要 我亦都會把陳先生 這個微信的二維碼 和公司的名字 全部打在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再深入一點 尖銳一點的問題 想問清楚 直接微信 陳先生直接微信 問他 因為我也是門外看 我就是因為 跟他聊聊天 原來他也想介紹一下 這些東西給香港的朋友 看看合不合用 我就儘管拍段片 介紹一下他的產品 另外在這裏 再一次把其他店舖的 老闆的微信以外 打在這裏 大家不要再問我 怎樣去找 小麗 小高 小陳 小欣 和姚先生 大家現在有興趣 有需要就卡圖 卡了圖之後 自己去問詳情 我是Fanky 今集的錄影就到此為止 下集我做完測試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